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曾经有位朋友说 他每天要到凌晨四五点才能睡着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 大家都知道长期失眠后果很严重 可能会导致肥胖、脱发引起健忘 导致老年痴呆、精神焦虑、抑郁等等 那么吃什么可以对付失眠症状呢? 今天李医生给大家分享一种小零食 酸枣仁 酸枣仁呢,性胃肝、贫 自古以来就是滋补大脑、生血洋血 灵心、安神、养肝的重要材 但值得注意呢 生的酸枣仁和炒过的酸枣仁 对睡眠的作用是不同的 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这个生的酸枣仁呢 刚品质性、较强 有兴奋作用 专制似睡 特别是白天、晚上总是睡不醒 这个时候呢 就用生的酸枣仁 除此之外 都要用炒的酸枣仁 炒过的酸枣仁呢 具有降低血压、安神、镇静 和调节神经的作用 炒酸枣仁和白米熬粥 对付神经衰弱 引起的失眠效果呢 非常好 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人喝 建议每天晚餐时 喝一碗 效果更好 下面呢 李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 具体的制作方法 我们准备 大米100克 炒酸枣仁50克 白糖适量 第一步 炒酸枣仁呢 洗净、捣碎 再加适量的水呢 导致稀烂 用纱布将这个汁呢 搅出 第二步 大米掏洗干净 加适量的清水呢 万火煮沸 然后改纹火 煮至半熟 加酸枣仁汁呢 再煮至米烂、汤稠 加白糖即可 这个方法 对付失眠呢 很管用 一定要给身边的朋友看看 好了 朋友们 这么好的健康小知识 请帮忙点赞 并收藏好 感谢您的支持 打算